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iTalk BBTV YouTube频道 本周想和大家分享一下2019年最新最权最准的HBO好剧指南 全游烂尾之后还能看什么 最近就有一部神一般的电视剧出炉了 这部剧不仅被好多人推荐,好评如潮 还登上了IMDB Top的第一 竟然甩了最最经典的绝命读诗和全游好几条节 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剧呢 这部被TV君屏上2019年HBO最值得看的好剧 第一名就是切尔诺贝利 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历史和关心人类大事件的同学们 一定听说过这个人类历史上的巨大灾难故事 那这部短小精悍只有5集的切尔诺贝利 就真实还原了当时核灾难故事 虽然已经有很多纪录片真实记录了当时切尔诺贝利的历史事件 也有很多影视片翻拍 所以一开始TV君对于这部剧的期待也比较低 然后做了一些功课也发现 编剧在当时也认为这个IP可能有点过失 因此把原来想制作成的6集压缩成了5集 但是没有想到 当我看完第一集后 真的就把我给震惊了 这部仅有5集的电视剧引爆了我整个夏天 所以TV君在这里强烈建议大家 花个一天或者两天的下午 好好品一下这部剧 5集的浓缩剧集一点都不会浪费时间 紧凑的剧情会让你更加的深入 了解这部历史大片 这部作品让人震撼的不仅仅是它的灾难性场面 更为动人心魄的是灾难发生的根源 对于灾难的场景 电影以扎实的现实调研为基础 以电影手段 美术和特技对历史发生的一切 进行了真切的还原 具体故事情节呢 TV君在这里就不剧透了 大家赶紧去看吧 那具体的故事情节 TV君在这里就不剧透了 想看更多电影电视剧方面的信息呢 欢迎关注iTOW BBTV微信平台 我们那边呢也会将为你更强烈的解析 当然 看完这部短小精悍的5集电视剧 HBO还有好多剧可以看 接下来呢 就让TV君来给大家分析一下 2019年HBO有哪些好看的剧 那首当其冲的呢 就是侦探 第三季 True Detective Season 3 这是一部2019年新上映的电视剧 它以犯罪悬疑为剧情 第一季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 非常的烧闹 可以慢慢回来看的良心侦探剧哦 第二季反馈就不太好了 停了两年才拍的第三季 这部剧里面呢 还有演过绿皮书和月光男孩的 奥斯卡最佳男配角 马赫沙拉阿里 他是演警探Wayne Haynes 这部剧呢 讲述的是密苏里州南部小镇Ozax 两名儿童失踪引发的 跨越数十年的犯罪故事 喜欢看悬婴务实的同学们 千万不要错过了 接下来呢 要和大家推荐的一部剧呢 也是红遍大江南北了 它就是大小谎言第二季 Big Little Lies Season 2 这部剧呢 看封面好多美女 可能很多人会以为是浪漫爱情故事 但其实并不然 这部呢 是振振踪踪的犯罪悬疑类剧情 大热的美剧 大小谎言第二季 将于今年回归了 尼可基德曼呢 等继续主演 并担任兼职 第二季呢 将会更加深入挖掘 这些角色的故事 探索恶意的谎言 友谊的持久性 婚姻的脆弱性 以及恶毒残暴的家庭教育 关系呢 也会被磨损 忠诚也会被腐蚀 情感与身体上的伤害现行 这种阵容 加好剧情 第一季就拿了七八项爱美奖 第二季还有梅艺加盟 一起追起来吧 第四部TV军要和大家分享的剧集呢 就是Barry第二季 Barry Season 2 这也是一部2019年上映的喜剧犯罪类剧情 讲的是一个前海军陆战队Barry 退役后做了一个雇佣杀手 对自己生活呢很不满意 在机缘巧合下 有一次他去洛杉矶做一个任务 结果在洛杉矶戏剧舞台上 大红大子的演员社区中 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主演比尔哈德尔将继续出演 他凭借这部Barry 获得了第七十届黄金时段爱美奖 喜剧类最佳男主角 第二十三届 精卫新奖音乐 喜剧类剧集最佳男主角 第九届 美国评论家选择电视奖 喜剧类最佳男主角 真的是获奖无数 所以TV君在这边非常期待小方 第二集继续slay全场 那接下来一部 也就是第五部 TV君要和大家分享的剧呢 就是守望者第一季 Watchmen Season 1 这部剧呢也是2019年HBO的新剧 它是关于动作奇幻的剧情类故事 这部剧还未上映 但剧集呢将是基于原作漫画世界的新原创故事 并结合当今时代呢 也会有一些新的角色 那这种超能英雄电影改编的美剧呢 故事是设定在1985年美苏冷战时期 剧情主要是一群退役英雄们调查更大的邪恶阴谋 如果喜欢这种下饭美剧的同学们一定不能错过了 TV君介绍这么多 你最期待哪一部呢 有没有你最喜欢的一部电视剧 欢迎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和评论 也别忘了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对了对了 还别忘了关注我们的iTalk BBTV微信公众号 关注并订阅回复Netflix 还会有2019年Netflix好剧清单 这个夏天让我们在美剧的世界里一宝眼福吧